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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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大溝 文化差異 浪地 愛情長跑 同性戀 數得出的拍拖困境 這對情侶通通有齊 我是Lisa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女生 今年是25歲 我是Joe 我是來自香港的 我們一起都八年了 我跟她相差十八年 是我最可惜的 年輕人的想法就是衝 喜歡就是衝 我經常說我能做你媽媽 如果好命 如果三年是一個代溝 他們足足隔了六個 唯一一個十八歲的缺點 我真的覺得精力這件事 大家的精力 喂 不是不是 我們做 你講好一點 你講廣東話真的不懂 只是靠視訊號 Long D熬了三年 疫情沒見 又多熬三年 為了可以和Joe繼續走下去 Lisa就決定放棄馬來西亞 高收入和舒適的生活 來香港做一個學生妹 這是我之前住的地方 它是有兩層樓的 終於可以和女朋友一起生活了 大小想不到 終極大佬竟然是婆式狗婚 我也沒想過 沒想過這麼多問題 雖然現在還年輕 不過亡年戀最怕的就是變老 如果我總走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最基本的想法 都是例為促的 或者可以說 是否買保險這些東西 700萬種生活 我們是Long D熬了六年 相差18歲的二國情侶 是 這裡800萬是叫你 這個價錢 在馬來西亞可以買一棟必須 有泳池那種 我有時候還沒很習慣 因為香港的實力面積 大部分都是300、400、500的範圍 如果真的長期住在香港 要習慣的一件事 這對二國情侶 在八年前透過交友app認識 當時未救18歲的Lisa 自己都沒想到 一段亡年的Long D 竟然會維持到八年 還去到談婚論嫁 超香港的 她想要寫什麼 我來香港這兩年 她更加肯定了 我之後想繼續留在香港的年頭 這是我之前住的地方 有兩層樓 有廚房 有兩個廁所 還有一個停車位 我租的時候 在馬來西亞我開了一間公司 專門做過影片剪輯 我現在是在VTC的IV 讀Game and Animation 因為我的工作是做剪輯的 所以我家裡有一部 很大部的iMac 低價賣給其他人 其實我很心痛 所以沒有辦法 搬不來香港 我在馬行生日的收入 算是香港的中產階級 每個月 你的薪金還可以剩下 讓你享受SPA 全部都很好 但如果我選擇來香港 就沒有了 我以前拿鞋 我都是整個鞋櫃 十幾雙鞋 我來的時候 我已經取捨了很多 來香港的時候 是戴著兩個大劫 一個小劫 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之間 沒有一個人做出一個 退一步的 或者是進一步的 進展的話 我們這段感情 是很可能繼續下去的 就是這樣 Lisa就由雙層公寓 搬入了香港的典型窩居 我一開始很不習慣 譬如說 洗澡的時候 我們習慣了馬來西亞 你可以雙手這樣洗澡 但那裡我試過很多次 到現在還會 還會在洗澡的時候 撞腦 因為只是申請了 只有兩年有效期的學生簽證 將來可否要長遠留在香港 還是未知之數 於是Lisa就決定搬入 阿周的家 和她的父母同住 而主要的活動空間 就是她們的房間 在這段感情中 我真的做了很多 已經不愛 是愛 是我 先追她 第一次訊息的時候 自我介紹的時候 已經講到年多了 有沒有想過 跟她拍拖呢 其實 有沒有想過 不要緊 她說的 不要緊 有沒有想過 就快要結婚了 可能是沒有的 因為始終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剛才十八歲 她很小 不知道她會不會想著 找水泡 阿周 小心點 她這麼年輕 又這麼漂亮 你怕不怕她 玩你嗎 我經常說 我做得你媽媽 如果好命 八年 但後來我們一起 都八年 他們見證著我們 中間遇到很多問題 我是感覺到她是真心的 資訊滿滿 是呀 當然 我覺得跨國是最難的 拍拖這麼多年 很難得還有一種熱戀情侶的感覺 都幾難想像眼前這兩位 其實克服了長達六年的Long D 很黏 我到現在都很黏 我們一開始的計劃 沒有希求那麼多 一年可以見幾次就可以了 太掛念對方的時候 還試過凌晨買機票 第二天 特集 給一個驚喜對方 乖呀 越來越猛狂 我掛念你 我掛念你 那Long D有沒有相處在這裡 就真的一定要 保持有 Videocall 或者Voice Call 一天睡覺前開始打 然後通宵到 早上睡醒 閉上眼睛幻想一下他躺在我旁邊 因為已經見不到彼此 你最不上聯絡 你真是不友 你知道嗎 信任是比較重要的 兆三 我這邊是沒有的 一定 我這邊有 你暗示我這邊有 我跟他宣佈關係的那一刻 我是直接公開的 這是我認為可以給他安全感的風釋 會不會他沒有公開的東西 會不會令你覺得不改變 會呀 所以 我們為了這個事情 談過很多次 看來四十代和二十代 對信任和安全感 似乎有不同的見解 他其實是一個 比較注重私人的人 我就覺得 我又不是很難看 我又不是做得不見得光的事 我覺得他這樣會被我 有些不舒服 我就會跟他這樣說 可能中月的節日 他就開始會慢慢 發出相片 知道年輕人喜歡玩社交媒體 阿周不單止發出相片 他還突破到 現身在Lisa的YouTube Channel 也會有些不太想 但後來因為我知道 他又想做YouTube Channel 不能這樣收拾自己 那就配合一下他 那另一邊商都要明白 對方的love language 究竟是甚麼 他認為可以給我安全感的方式 都有些少許不同 他可能是比較現實的層面 即是 based on the 經濟 或者是 based on 情緒穩定之下 又因爲Long D的關係 代溝問題 反而又沒有那麼明顯 這些產生微 即是大家還是遠距離 可以當看不到 那樣 真是很美好的 everything 不過計算不到的是 一個疫情 令到他們接近三年 完全沒有見面 我們真是第一次 沒有在一起跨你 寶寶 香港一年 你有甚麼新的願望 希望疫情快點過 有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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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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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就開始想 我沒有了他 我很不習慣 那時候我就會想 可能是時候要結束遠距離 阿周也有考慮過 去馬來西亞發展 也考慮過 兩個一起移居泰國 最終Lisa就決定 用Student Visa 來香港進修 和阿周團聚 我想跟你說的事 我的文件退不到 好 騙你了 我們可以一起了 Long D六年變一起生活 原來就算是情侶 都要適應 沒有太大過渡期 但我覺得她是有 好像網戀一樣 定時定後見一見 然後又回來 又好像過了單身的生活 到現在真的一起生活的時間 那個感覺是很真實的 我真的有女朋友 我不是單身 肢體接觸 這個東西是最直觀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很生疏 可能害羞 我已經沒有了很多 對 她已經沒有了很多 很好很多 顯得我很不怕走 居住環境要適應 還要融入到生活的社區 我想吃西多士 有沒有 有 我覺得沒有吃西多士 一開始拍這餐牌的時候 很困難 叫她翻譯給我聽 龍荔魚柳是她的魚品牌 是一個魚的品種 那隻魚叫龍 好像是魚 OK 我試試看 這個龍荔魚柳飯 我開始真的聽見她們的點餐 她很多問題問你A餐B餐 要跟著什麼 食物的口味比想像中差異大 所以阿Joe隨身 都會帶著Lisa的 師火辣椒醬 好像帶嬰兒出外 要準備辣椒醬 這個是我媽媽做的 一開始我們 很不習慣來香港 去哪裡吃東西都沒有辣椒 這件事 她們又是辣椒油 看看阿Joe陪不到她的日子 Lisa都會把握時間 自己到處去逛逛 快點了解一下 這個將來有機會 繼續長居的地方 那馬來西亞是講哪幾種語言 英文、馬來文 和自己的母語 例如我是華人 我就會學普通話 我們很多人是可以聽聽聽聽明廣東話 其實真正開始說 是真的遇到她之後 才和她有對話多了 我女朋友是80年代的頭 還有她們00後的 香港本地人的用詞 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興趣 那你來香港最不習慣的是什麼 雖然說很多東西很相似 但始終那些人民情懷都有點不同 我可能不代表馬來西亞人 但我這份人的性格是比較疫情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都會有一層保護色 哇 它是辣椒 你可以拿過來這杯麵 這個版面 你試一下 因為我的家人是三代都可以說是做飲食的 做這個 賣這個麵 那你小時候要不要去店裡幫忙 如果你有看到我以前的時代 你要看 我很黑 其實我小時候有點慘 好像同工一樣 早上五、六時就要起床去打工 幫到差不多是十點多 換衣服再去學校 畢竟完之後 我第一件事就是要離開家 離開家去外面打招 那你當時給予自己的事業 就很大的決定 整個事業 即是你開了工機 即是你來香港 對 你來香港 是想了很久 但沒辦法了 我為了我 去那邊 我們去 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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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的 不過你習慣了這麼熱 我很喜歡看這些舊式的東西 我超喜歡Sandy 我喜歡聽老歌 每一位都喜歡的 因為我爸爸 他們過一輩的人都經常聽 聽歌會不會算是你們最無代溝的一件事? 可能是 對呀 看了這麼久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兩位相差18歲 究竟有沒有代溝和相處的問題呢? 代溝嗎? 代溝 會不會你分享學校的東西 阿周不明白 但阿周分享上班的東西 你這時候會不會嗎? 會的 我是照說 因為我是屬於我說完 他聽不聽不要緊 我先出口氣 我也會照說 雖然他不明白 但也是一個 類似舒緩了的方法 對於已經經歷過這麼多難關的他們 代溝已經不算是甚麼了 不成熟的 會的 我自己覺得很不成熟 在一起的這幾年 我覺得他有傳染到我一些他自己本身的優點 譬如說他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現在已經很成熟了 不只克服了年齡的差距 在他們眼中 甚至乎是一種互補 這個差距他可以讓我更加放心地 在我這個還這麼小的年紀成長 因為他可以接著我 如果有時候他可能想太死板 因為你不知道 始終人是人到中年了 可能我的出現 就可以讓他有一點點刺激 就是you know 有些新的inspire的東西 新的inspire 原來可以這樣嗎? 要認識的東西他認識給我多 他就像我的google map 我認識他之前 他是一個很窄的女生 平州 我沒去過平州 原來這麼漂亮 小聲 唯一一個18歲的缺點 我真的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的缺點 就是精力這件事 大家的精力 你說好一點 連廣東話真的不行 譬如說 他中年 他可能比較容易 一天上班後 晚上會很容易累 年輕人是可以喊東西的 我送他聊天 他已經送睡覺了 年齡差 Long D都解決了 兩個人終於可以一起生活 誰知婆式關係才是打大佬 一開始我都是在他家裡洗 叫你奶奶幫你洗身 你都可以有些好像害怕的 所以就一見這樣下來 當然是自己的角度好一點 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星期一次的 我們平常的事就是聊天 坐在那裡 要不就是在對面買一些食物 然後到公園那裡吃 坐著聊天 聊一些不方便在家裡聊的事 例如呢 未來規劃那些 或是未來奶奶的不好的說話 例如會有什麼投訴 多數那些很小事 例如洗澡的時候 很多頭髮都掉了 注意回收拾 不要經常留給我幫你收拾 Lisa搬過來 你不是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多這些 沒有的 我都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這麼多問題 我和她已經是Gap一個Generation 我和她父母再Gap一個Generation 所以她們算是我的公公婆婆的年紀 我覺得中間的文化差異 是非常之壯的 撞的時候是很大力的 因為一開始我們是傾定了 我住她的家會給家用 當初我和父母說 他們家裡沒有問題 但原來一起生活了的時候 很多問題 我們現在是有門禁的 11點前要回家 回家開門洗澡就會很大聲 會影響他們作息的時間 但你還在家住的時候 就沒有這些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說真的 因為他們的思想都是比較傳統 我說一你不准說二 很少會駁嘴 但Lisa一進來就駁嘴 這樣就大件事了 我不認為我是在駁嘴 我認為是一個 我和我父母的相處是 我們有什麼看不過眼或不開心 我覺得他們雖然是長輩 但如果他們做不對的話 我也要跟他們說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幫他們思考分辨整個過程 阿Jo不是在家裡的時間 你都會盡量不留在家裡 當然 我相信 可能大部份的媳婦 都不會想和奶奶獨處一室室 如果我之後長期留在香港的話 一定會繼續搬出去的方向前進 在和Lisa拍拖的第六年 阿Jo才夠膽和保守的父母 去說自己是喜歡女生的 可能因為這樣 父母都需要多一點時間 去接受這位媳婦 說真的她對我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是 因為之前我一直都沒想過要出櫃 因為爸爸媽媽是非常傳統的 完全是接受不到這件事的 但我覺得 其實你跟她在一起的那麼久 你無論如何都要給別人一個交代 她很多事 令到我以前不敢做的事 都敢做的 是的 但還未去到一些駁嘴 現在駁嘴都是不敢的 都是還未得住的 青春時間金錢 通通都壓倒了在這段感情上 眼前這位25歲的女生 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我是一個很關心自己的感受的人 和阿竹在一起做之後 我現在把她的百姓在我前面 都是有問過我自己很多次 是不是真的要做到這樣 我很珍惜這段感情 所以我願意為了這段感情 去做些努力做些犧牲 她又孝順的 她又很好人的 她又很愛我 很多人跟我說 我跟阿竹在一起做之後 變靈很多 她就很自豪 所以我說是 愛人如養花 她是好得我的親戚 跟我說 如果她是一個男生就好了 是一個很好結婚的對象 那些東西 我就反倒 是女生都可以結婚的 都可以的 她就在笑 事情就好像表面上 你是付出多一點的人 其實又不是的 譬如說她提供了一個地方給我住 還是我先不用煩著 因為我現在是在燒自己的優惠 所以她可能也是在金錢上面 或者物質上面 會有一點幫助我 她知道當我搬來香港 其實跟她家人住得很不開心之後 她也是有站在中間 一直幫我講話 而且她是選擇為了我 去跟她家人出櫃 這件事其實都是 我覺得是很大的決定 因為對我來說 可能是很容易就說出口的事 但對她來說 是想了很多日夜的事 所以 我是看到她做出了很多努力 課程完結 Student Visa都即將到期 回想回 當初處理離港文件和簽證 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這個就是我來香港的Visa 一開始都沒有想到 這麼難申請 兩三次被拒絕回來 就是要我保齊這些文件 當時其中一個反過來的原因 就是要Lisa去解釋 保證人阿Joe 究竟跟她是甚麼關係呢 我當時其實都是有 想了很久要怎麼寫的原因 因為我擔心 我寫得太直接說 我跟我女朋友的關係 是同性伴侶的話 他們可能又不能接受這個原因 但我最後都是寫了這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是要誠實去說這件事 所以最後都是批了這樣 畢竟用外國人身份來香港讀書 都挺消淺的 所以Lisa都曾經考慮 可不可以申請受養人簽證 可惜當年是未有明確的條文寫明 接受同性伴侶作為受養人的身份 不過前人的努力之下 似乎有少許改進 她是網上服務簽證 堆留 她這行有一個受養人 因為我很關注入境處的網 所以我慢慢看到 她現在開始有新增的條文 是說可以申請 如果你是同性婚姻的話 是可以申請受養這個宣證 兩年前都沒有那個細項 所以在再要計劃用什麼方法 留港一起生活的時候 Lisa和Joe就決定 透過美國猶他州的線上婚姻註冊服務結婚 今次她們就嘗試用同性伴侶的身份 去申請受養人簽證 打橫了 對不起 打橫 是呀 挺漂亮 都在一起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是時候要給她一個名份 始終是女生 你也是女生 是 是 所以不需要這個名份 就是 不是太看種這句話 不結婚 別人會覺得 你更有利益 是呀 是呀 所以結婚也有保障我 就等於是一個戒指套了 你拿不出來 這件事 所以你真的想得很清楚 是否真的要跟這個人 一輩子 這樣 雖然現在還年輕 不過亡年戀最怕的就是變老 始終我跟她相隔18年 好說不好聽 如果我早走的話 那她怎麼辦呢 之後我的財產 又或者之類的東西 都要拿一份遺囑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的保險 都可以買那些 壓壓人壽 對 人壽保險 打算結婚後有機會就買 我都不貪你 那個問題 不是那個貪不貪的問題 這是一個保障 保障你日後的生活 我突然說 Touch World 我不在這的時候 之前其實都沒有想過會 有個人願意跟我一起結婚 首先就是 現在到找到一個 真的願意跟我走下去 都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後面還有很長的旅途 只不過這個旅途 我們是一起走的 全城對不同的人 但有不同的形式和意義 全城非單一把財富留給下一代 而更多的是 可以將一種精神和使命 全城下去 就像Lisa和Joe那樣 同性婚姻在香港未被承認 就要自己想多步 計劃得更長遠 安達人壽就給你最大的靈活性 成就每一種全城 安達全城首創儲蓄保障計劃3 讓你自主決定你的保險受益人 不單止是直系親屬 配偶或法定成計人 同居伴侶 未婚夫妻 甚至慈善團體 都可以是首一人 讓你以不同方式實現全城 我們要對付出這個方式 生活室內的大衣 感受到三分之下 最終的時間 在於 administr重力的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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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足